做烧烤你不当然会烤羊肉串 还得附带其他的融合菜品 像这种辣炒小海鲜呢就必不可少 辣炒小海鲜好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个酱汁 只要这个酱做好吃了怎么炒都好吃 今天脑里38秒教会你学会了这样也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首先豆瓣酱150克 香腊酱120克 蒜蓉酱200克 海鲜酱100克 辣妹子120克 甜面酱再加入80克在里面 蚝油加入120克在里面 这个鲍鱼汁了再加入120克在里面 鸡汁再加入80克在里面 鸡筋加入50克 味筋加入40克 白糖加入60克在里面 接下来起锅烧油 这个油可以少少多来一点 辣椒片加入120克在里面 用中火炒制把那个辣椒炒出香味来 辣椒千万别炒糊了 把刚才调好的酱放在这个锅里面 用小火慢慢的炒 把这个酱炒出酱香味来 就这样炒出的辣椒 颜色红亮酱香浓郁香辣爽烤 那小味是老必了 想学烧烤别的话关注我脑里就对了 行工 呐